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节课是文件包含的第三节课 我们主要讲解一下文件包含的高级利用 第一个看一下目录 主要讲解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包含截断的问题 二是包含读文件 三是包含写文件 最后一个是PHP内置的协议 PHP包含决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边是如果设置了Page这个参数 那么就包含这个Page参数的值 然后加上.php这个文件 如果没设置的话就包含home.php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我们保存 我们没有输入参数的时候 默认是包含了home.php 我们现在输入参数 看一下当前目录下的哪些文件 我们还继续包含12.php这个文件 我们发现它包含了12.php.php 少一个点 它是默认包含12.php.php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目录下是没有这个文件 没有这个文件 但是我们可以上传一个没有后缀的文件 但是我们可以上传一个没有后缀的文件 它这个是无法进行 读取的 也是它包含这个 password.php的时候 发现没有password.php 这个是没有后缀的 我们现在来试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截断的问题 把这个.php去掉 截断掉 这里是 这种方法呢 主要是在magic cores gpc在off的情况下 那件php版本要小于5.3.4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hp版 截断掉 那些.php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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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off的情况下 现在再来试一下 看一下是怎么操作的 这种方法是用百分之 我们会发现并没有截断 这变成了斜杠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点斜杠 超过一定数量的点斜杠 我们来试一下 可以看见这里已经执行了 php的函数 php-info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不是php-info的 确实看到是我们是执行php-info这个函数的我们这个文件 那么就可以通过点斜杠超过一定数量 大概是250多个吧 应该是 这个总共加成是应该是250多个字符吧 之后就可以截断 把本来应该是点后面应该加点php的 把点php这个就扔掉了 丢弃了 就直接是password 所以说这边就包含成功了 再来看一个php 包含读文件 主要是在用了这个ptp-filter read的等于convert bass64 encoders 写个sauce 然后选择要读的文件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家不用记住 直接去网上可以找到 但是一定要知道有这个操作的技巧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是需要用截断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用截断 直接把它文件稍微改一下 我们现在只是做了测试 这样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到底是读的 有没有文件是什么 这一串字符算是经过bass64加密的 我们通过bass64的这个有个解密功能 来进行解密一下 decode 我可以看到解密出来的是这个 看一下 确实是这个内容 可以再读一下别的内容 home 再解密试一下 home.php 好 这边少读了一部分 加密 这个读出来的就是加密后的字符算 我们需要通过bass64解密 解密出来就是原代码 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 就是包含着写文件的操作 主要是在参数里面 参数值等于php 方法是双斜-import 然后再提交一个post的数据 当然这个得在php unadd allow your encode on的时候才可以使用 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它的hp应该在哪个目录 放置有改的hp应该改错了 改的hp应该改错了 在5号5号这个目录下 放大 在5号这个目录下 在前面 pp中我们写到了是 必须要在on的时候 才可以使用 我们现在把它改为on 保存一下 但是这里面我们通过bof4的操作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这里面我们通过bof4的操作是比较方便的 做完整A 如果马氏的操作是比较方便的 卡组 可以如果是比较方便的 费用 更多的 大家通过 我们来看一下 无法打开这个流 发现现在这个是无法执行的 因为刚才发现没有进行重启 估计没有重启 我现在把它重启一下 我们再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已经执行了我们的命令 可以换一些其他的命令 我们在改HP RNI的设置的时候 必须要把OPC的服务器进行重启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权限也是可以执行的 可以执行其他的一些命令 包含空格的时候需要把需要是用双引号进行包围起来 我可以看到也可以进行提权的一些操作 这就是pcp文件包围的写文件的操作 当然这个必须要在 Allow URL included on的时候才可以操作 我们在本地测试的时候 修改完这个之后 最好必须要重新启动一下 Alloween的服务器 当时刚才测的时候 00%也没有进行重启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截断 我们还是把它改成 php文件改的时候是不需要重启的 中号patch.shell.php 直接看一下 它是包含的这个 再来执行一下 100%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执行了 shell.php的system的函数 我们在上一节课可以知道 必须要 这边需要提交一个参数值 可以看到 通过00阶段 00% 00在 c原的解析的时候 就是解析为写 写-0 Windows解析的时候 就解析为写-0 写-0之后的所有的数据 它都是丢弃的 所以说 这边shell.php 本来应该是这样 然后点php的 点php就已经丢弃了 这边 连着这边全部丢弃 它就包含了shell.php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默认的执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这也是阶段的一种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阶段 这种阶段的时候希望大家 都掌握吧 现在再改回来 最后 再来看一下php的那支协议 php带有很多的那支URL风格的缝装的协议 可用于类似fopen copy等等 fexits ffilesize等等的文件系统函数 协议具体参考可以到这个官方文档这边去看一下 主要有以下这些协议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些协议吧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